冰箱没有人够我找了 这两拍照大家可以去到几近 凡是个人的粉丝 我要往罗马发展 我在意大利港 我在发地港 干嘛有没有 我走得很运 就是我们的所在地 凡地港 早安 今天是在维尼斯的最后一天 等一下我们就要出发去罗马了 但是走之前 我要把这个明信片给寄了 很贵啊 这个五张差不多 90块马币吧 我们所以现在要找一个油桶 去把它给寄了 然后顺便去吃早餐 然后等它11点 我们就要搭火车去罗马 大家来这边买明信片 尽量不要买那种黄色油票的那种 Stamp 很难找 买红色的 红色的这种油桶就到处都是 但是黄色没有 尽量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摊桶里面 OK 现在就要把我的明信片寄出去 耶 吃早餐 最后一天 当个道地的维尼斯人 这个是维尼斯当地出名的 Cannolini Cannolini 很硬的 里面是有Cream 然后外面是一个硬硬的 好像花生饼皮这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 Pistachio 压到嘛 哦 它是什么啊 马来西亚的花生饼 然后加Pistachio Creme 哇 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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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火车之前吃的最后一个冰淇淋 然后去到罗马去吃 哈哈 然后等一下我们到火车站了 火车站很可爱的 没有门的 没有gate的 你走进来就已经直接上火车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四个小时的火车去到罗马了 火车了 我们出发去罗马 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到罗马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搭火车去我们的Airbnb 然后放下行李 我们就可以去看许愿池了 好冷啊 又讲罗马蛇气度 我感觉这个是石度啊 给你们看看罗马的建筑物 好 耶我们到罗马了 其实我觉得罗马的建筑蛮漂亮的 因为它就是橙色黄色 这两个元素吧 然后这边建筑很英式风哦 欧洲风啊很英式 意大利很多这种就摆路边的位置 然后它会放花 我就觉得很浪漫 就在这种石头路上面 哇 哇 走着去吃晚餐的路上 看到很美的日落 灯售厂 诶 走着走着就到了 很靠近我们的酒店 要住酒店的话 可以住靠近Travir Fulton这一带 就是全部景点都可以走入能道 小龙叔介绍的巴士夫要6点才开 所以他们跑过来转站奶茶店 我们竟然来意大利喝奶茶 坐在奶茶店他们有这样多酒 因为地铁也没有什么行程啊 我们住的地方很靠近这个许愿池 对对对 我们走路都能到 不用紧我今天来了 我明显再来 多吧 这个叫多人吗 这个已经不是Vegas那种mini size的包装 它是真的是很大很大 而且水流很急的咧 早安暴时 现在早上7点半才找我们要去哪里 我心想没有人跟我找了 结果好多人啊 现在7点半到 为了拍照大家可以去到几近 罗马选时正确的许愿方式就是 拿一个硬币 然后你用右手背对着 然后你从左肩这样子扭去水池里面 然后你一定要许三个愿 许久一个愿的话 一定要是再回来罗马咯 另外两个你们想许什么都可以啦 我们要跟着罗马的许愿方式 在我愿望这一层等 早餐是risotto吧 哇 虾 虾 虾子的味道 然后它的饭颜色哪是 滴滴滴的 味道OK 面包的 不是我是说Borolese 是这个style吗 我要跟你们讲 2000年历史的豆瘦场 因为我刚才听了我们的导游液讲 等一下我就给你们科普一下 罗马豆瘦场的历史 罗马豆瘦液 去到哪里你都不用Google 怎么找一个朋友 下次旅行找你就对了 我就checkGPT 因为当年有一个地震 然后震碎了一些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因为 死了很多人 然后很多奴隶在里面 这些奴隶的人就很愤怒 就去烧这一个豆瘦场 所以是各种各种因素 弄到他生他今天的样子 我们反正就省了5块钱 然后本来请导游要加的5块 我们就是故意不要加5块 因为我们有一个导游了 2000年前的人到底是怎么见这个东西的 如果你们喜欢历史的话 罗马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来的地方 因为罗马真的是一个历史中正 到处都是几千年 少少都是几千年历史的 从小到大都在听罗马的历史 这个就是豆瘦场 就是以前2000年前 有角斗士还有蒙兽这边搏斗的一个地方来的 再真正进去看台里面 其实它是有收这种讲解的 然后这边会讲解它的座位等级 有分贵族跟平民的 这样我们去看5月天这样啦 越贵的票就越低越轻便啦 好 摇滚 ROCK ZONE 皇帝有包厢 这是观众的涂鸦欸 看到吗 比较浅啊 看不到很浅 这是一个人 耳瘦 然后他在用脚器他 他现场画 做不到他们这样得空啊 女性的头 女性神像的头 医神 谁谁谁的头 男性的头 哇 很壮观 现在可以跟大家科普了 其实罗马豆瘦场是2000年前就已经有的一个剧场来的 当时候是大家都会来这边看表演的一个地方 人都收 收都收 或者是人都人 然后你看到很多一栋栋一栋栋的 其实就是他们看戏的一个地方 然后里面都是可能比较王族的 就会有一栋栋一栋栋 如果没有平民的话可能就做得很高 可能做的地方都是一个木板来的 这边就是死了很多人的一个地方 听说这个剧场就死了50万人 因为这个比赛 但是有一点比较不明白的就是 以前2000年前 到底他们是怎么建造这个这样精密建筑设计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边是可以容纳8万人的 因为我们很穷 所以我们没有买到这边 这边要另外加钱的 那边是没有人可以下去的 我们就只可以在外围 有钱人是越靠近下面的 穷人是上面的 穷人在这边 2000年前的石头 哇 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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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除了壮观还可以形容什么 就是他们在迷宫里面打斗 是不是 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广场 没有 他是在迷宫里面打斗 然后他这边很多个出口 非常多个 80多个吧 完全不会出现踩踏事件 很安全 我是人 你在一个这么漂亮的建筑物里面 又露天 里面又有很多贵族 又有很多富人的地方 大家都在围观 看着一些很自相残杀的一些画面 然后他们以这个为乐 当做一个休闲娱乐 其实是蛮可怜的 而且这边等级划分到非常明确 最底层的是元老 这种一元的 然后再上一点就是贵族 然后再上一点就是富人 然后平民 最后一层是女人 就是女性的地位在以前2000年是那么的低的 然后这边战斗的那些角斗士 多数啦 一就是被逼来参加的穷人 二就是想要翻身 用命去拼搏 想要扭转命运的穷人 第三就是战斧 就是战争剩下的一些俘虏 而且有一场比赛的致死率是15-20% 他们是会死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用命去搏回来 至于那些打斗的动物啦 最后如果死掉的话 是会被主来吃 成为餐桌上面的食物的 所以整个背后的历史是蛮 长凉 很可怜的 但是我们旅客可能就 feel不太出来 如果你要真正去了解背后的话 就会觉得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 很有历史的一个地方 所以现在要去的地方是 网红打卡点 网红打卡点 就是有一个angle 坐在那边可以 看完整个Colossium了 然后还有一个马路 我们在小红书做的攻略 现在大巴士去玩神殿 天跳 其实我觉得罗马并没有很大欸 就是可能昨天今天我们基本上 把大部分景点都已经看完了 然后剩下明天一个去梵地港 就是在罗马的一个小国家 是独立的国家来的 就是明天去 大家如果来罗马的话 可能可以 遇过两天 三天 再买购物 就已经很够了 你想这边吗 是很特别啊 这边已经融洞我在罗马最爱的建筑了 这个叫米店 欧带便宜啊 好好吃啊 这个配克服 你看我的粉红粉红色 我在罗马的日子就是 一直吃冰淇淋 哈哈 太冷了 跑来吃火锅 吃完有菜吗 哇来一道这样的菜 没有点的 你们谁点的 谁点的 好不好 老板是个人的粉丝 请我们吃 后来要往罗马发展 罗马Day3 在路边吃早餐 我们的食物配上 罗马街景 哇美 我们今天要去 explore多一个车 一个国家 我的IG可以多一个flag 其实范蒂冈坐20分钟 火车就到了 不用拿passport啦 被罗马围住的一个国家 从我们的hotel大司站 来到一个station 叫做Ottaviano 就是我们往范蒂冈的一个station 然后我们现在还出站了之后 走10分钟 就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而且还要什么直直走吧 哇 哇 这边有巴士马围 讲不到在意大利都找到马来西亚的感觉 炫耀一下我新买的包包 走到了 是是是是 我看到地图哦 这样容易的呗 过好这个门就是好的 是 诶我在意大利 我在罗马跟你说嗨 我在意大利 那个在法蒂冈 他用这个城墙把它跟罗马分隔起来 然后建筑有稍微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感觉 一点点 这边就是梵蒂冈最大的广场 现在我们已经排队进入了这个叫做圣彼得大教堂 San Peter Basilica 这个教堂哦 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但是它竟然是在全世界最小的国家里面 但是里面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像University Harry Potter的大学 大家记得这边是不能穿短裤的 这是一个裤子 哈哈哈 就这样子忽悠了 那个干过去了 哇这个教堂真的是超级无敌大 这边梵蒂冈是主打天主教哦 这里面的建筑真的很美 而且你留意哦 上面哦 全部都有一些 雕像是往下看的 俯瞰世人的那种感觉 这个大概就是他们要传达那个宗教理念 里面是可以容纳30万人的一个教堂来的 很大 哇这个也太福利堂皇了吧 这个根本是奢华诶 这边的设计哦 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提倡的古典主义设计 真的是很美 可以抓很多人 而且每一个柱子真的是很精致诶 如果你们是有去过巴斯罗那 那个圣甲塔 你们觉得很漂亮的话 我觉得这里会更漂亮 那个震撼度是不一样的 这边真的是 哇 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或者你信不信天主教也好 我都觉得这个地方 此生必去 很值得你们一定要来看一下 凡帝港 一个最小的国家 但是它却拥有最震撼的教堂 美吗 这样去做叻 装饰啊 我看到很多这样精细的料壳啊 太厉害了 这个也不是七大奇迹 只是 看到吗 这个就是宗教的力量 好 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很神圣的主动 就是去爬楼梯 还要给钱咯 爬楼梯都 我们还要走 三百个楼梯 他们讲这个顶是非常值得上去的 所以俯瞰整个罗马 然后尤其是我天主教朋友 极力推荐我一定要上去 因为这边是他们的HQ 可是那个楼梯是很小很窄 很圆 一直转着去会很晕的 OK 我们到了LIFT给它两欧 就省下了两百几 我们还有三百几要走 就斜拨不了 都要死了 走了十几没有叻 已经累了 我们在下面的 现在我们就上来了 请看看我们的楼梯 请看看我们的楼梯 这个 它是肥一点都走不到 你看Arkent在背景挡到我了 它旋转了 旋转了 会头晕头晕 而且不能停 因为后面有人 三百了没有 我头很晕 又累又晕 到了 到了吗真的 但是还有别的楼梯 对 有膜 有膜 真的到了 真的到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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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 整个日 最开心之前 我跟外国一起爬上来了 YES 走上来就是为了 看这个 很舒服 看整个罗马 无敌大风景 哎哟 这一赛就是我们的所在地 凡帝港 看过来 这一赛就是罗马 罗马 凡帝港 准备好离开的吗 没有准备好 我得咬来一个 啊 同一条是吗 不同 它只是同样的 另外一条 我的脚超干的 我的脚超干的 感恩了 这里之后是大电梯下 还是走路下 大列表 那个两块钱是包上 包上有包下吗 因为我给了10欧 这个宫顶 足不足的宫呢 宫它风景真的很漂亮 你可以同时看到 凡帝港 又可以同时看到罗马 你走过去 没有这里 然后等下我现在开这个 AI motion sensing 然后等下你就跳 OK 1 2 3 go 有了有了 哪起 它连起步 跟飞起来 都拍到了 这就是白天的Spanish Step 可能去shopping 就跑上来这里 试看拍照 Hello 耶 大家好 大家好 包场嘛 找到了一间 很可爱很有味的 一个红酒吧